和西阿书第三章 耶和华对我说 你再去爱一个妇人 这妇人是为情人所爱 又是个淫妇 就像耶和华爱以色列人 虽然他们转去跟随别神 喜爱葡萄饼 于是我用一百七十一克银子 一百五十公斤大麦 买它回来归我 我对他说 您要给我独居多日 不要行淫 不要有别的男人 我也必不与你同房 因为以色列人也要独居多日 没有君王 没有领袖 没有祭祀 没有住相 没有以福德 也没有家中的神像 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 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 寻求大卫他们的王 在末后的日子 他们必战战兢兢来到耶和华那里 接受他的恩惠 请不吝点赞 去